阿灿完了之后 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也是一样的 也是拍戏 也是工作 也是有很多电影 包括了什么 《亚灿当菜》 《亚灿正传》 就很多了 一系列的 后面那些电影 你都是主角的吧 对 也拍过电视剧 跟刘嘉玲去合作 那个《灵梦丈夫》 后来就连续很多了 然后在另外一个 不同的时代 就是好像刚才说的 《哨声救地球》 还拿金唱片呢 您还拿过金唱片 不是出专辑的问题 是金唱片的问题 这问题大了呀 金唱片 那唱片是什么样子的 金的 还有赢的吗 金唱片吗 没有赢的 真的金的 多大的 不 涂上去的 那个时期的就是 能在香港里面 卖两万五千 五千张 那就是一个金唱片 换的唱片 卖两万五千张 现在不行啊 现在人家卖几十万 黑胶的 那个能卖两万五千张 你后来又去 孝星救地球是怎么回事 一个 一个电视节目 搞笑的节目 那个就是办一个旅人的 当中有一个栏目 是办那个旅人的 就是变成那个 广东话叫 妈台 妈台是什么呢 我相信大家有看过了 那个 有没有看过 看过 妈台是什么意思 一个女人 她是整天骂人 打人 我身上 你都敢收完 你都选杀方 偶尖 辑 哥 你演那个女人 对 你有演过女人 没有 我不如你幸运 那么多年前就开始主持那么火的节目 跟我相比 您就是主持界的前辈了 不是 我要跟你学习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 您觉得港台的主持人 跟大陆的主持人有什么不一样 文化里面有一点差异 港台那边就是不理什么 总是搞笑 搞笑 这边要有内涵一点 我觉得你非常有文化 真的吗 真的 可是我觉得你非常快乐 笑星救地球 什么原因让你想着去经商 此后15年 廖伟雄共出演电视剧38部 电影43部 综艺节目11档 初专辑 成了香港乃至东南亚炙手可热的明星 90年代重庆 廖伟雄涉足商界 1999年 各大媒体有关廖伟雄 拓打的新闻 再度让他成为新闻的焦点 广播剧 有一段时期我老是工作老是去拍戏 那样拍戏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的表情就是怎么多 我怎么样去做好我的每一个角色呢 后来就是发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就是艺术来自生活 领悟之后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停下来我暂时不做戏 不能脱离生活 不能脱离生活 在进入生活里你去找灵感 所以我就打算去做生意 为什么要做生意呢 就是因为呢 最主要的就是你不拍戏就没有收入了嘛 你应该找一份工作 那都做过什么样的生意 对很多 护肤品啊 发装品啊 那个那个演唱会啦 贸易啦 很多很多了 各种各样的生意 全部失败了 全部失败了 不是因为因为拍戏跟做生意是两回事 两码事 我们是老老实实去去做一个拍戏 所以不懂那个生意了 经过了 可是没关系啦 是做人就是学习的 很多人都了解你的经历 对对对对 就那一年你不是失败了的事 是你一下子破了产了 对啊对啊 现在很好笑啊 现在一听破产你看 他俩笑成这一看 怎么会破产 是因为呢我在香港啦 那个护肤品的生意不好啦 打算到马来西亚那边去去搞一个餐厅的生意 当时呢我在香港那边呢 就是担保了一个朋友去借钱去买一台车 后来那个朋友不还了 那个财务公司就找我了 我就跟他说他人在车在 你为什么要找我 你要应该先收他的车 买他车 车派卖 然后找到了个人 他不还我才还吗 他说不是 我说为什么不是 因为你是阿燦 你是廖伟熟 结果呢他就跟香港的报章说了 哎呀我没钱啊我怎么样 我说一定跟人家借钱的嘛 对 特人之间很多人过来了 哎呀你没钱呢你破产呢就快点还钱啊 那债主都什么样子啊 债主好像你的样子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大家都是像孝林老师这样 好 孝林老师不是债主 他是代表来收贷的那个 是债主头子 很多债主这个这个来找你 你什么状况了就 没状况啊就是 啥状况都没有 你解释也解析不行 你就告诉他破产了 破产怎么办啊 慢慢还咯 家里不是还有房子 有了 给银行收了 房子给银行收了 车子又给他收了 就是我的老婆她不收 孩子会受影响吗 当然有影响 可是我告诉他们 我说没关系的 因为这是人生里面的一个过程 那个时候孩子多大 16岁左右了 我的女儿准备升大学了 我就跟她说我暂时没有钱 没钱怎么办 没钱就先不要赌了 你先去做工咯 孩子暂时先不上大学 先去做工 你做两年工你就有钱 上大学了吗 简单吗 天哪 这是孝星救地球的那个人 养过那么多戏 认识那么多大明星 突然生活出了状况的时候 没想着向他们借钱 没有 为什么要借 为什么要借 如果借的话能借来吧 很容易啊 你借钱你要想出一个方法 你应该去做什么 然后怎么赚回来 拿个还给人家 你不是随便跟人家拿个手 借钱给我 借钱给我 怎么样 不行 走在大街上 那个认识你的那些粉丝 大家都怎么看你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看我 我只知道自己怎么看自己 大家伙在看你的时候会不会提起这些事情 没有 我问一下孝林老师 您也是明星啊 突然有一天破产了 我关心的是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向我借钱 不是 我不会 我肯定不会向你借钱 我就搬你们家住去了 你就管吃 管住 管全家人的生活就行了 那你还是不要破产 你破产我就倒了赔了 那什么样的机缘会让你选择到罗定做农民 香港有个朋友介绍一个我现在的老板给我认识 他说 畅哥 你可以带给人家很多欢乐 这个是你的功德 可是你现在离开了这个平台 往后打算怎么样 你怎么回答 有怎么样啊 赚钱咯 有怎么样啊 赚钱咯 他就问我 你知不知道 最高的赚钱的情操 是什么样的 我就说 赚钱就赚钱了 赚钱还要情操的 是你既可以赚到钱 也可以帮到人 只要你老老实实地去做 你也不可以骗人 因为如果是你去骗人的话 你早已经发财了 我只想了差不多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我就告诉他 我做了 多少钱不要告诉我 你够我吃就行了 来这之前你知道这个大陆的农村是什么样子吗 不知道 我连种花我也不懂 这稻米是怎么种了知道吗 更加不知道 那什么拖粒 插秧啊 不 不知道 那你到这来是做农业对不对 对对 种水稻 有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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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之前你知道什么叫有机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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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跟没钱 不知道有钱米和没钱米 国地的农民有认识你的吧 有有有有 是不是认识你都是什么样子啊 找你签名 合影 大伙都认识你 认识认识 我想知道 我到农村去过做事 把这个事情跟大家一说 那个最后那个农民就跟我说了 孝林啊 孝林谈这个 骗人 因为他知道我不懂 所以我跟他讲了这个 他说是骗人 我还是挺理解廖先生 阿灿 大家伙都认识你 你的带领大伙种有机米 当地的老百姓怎么想 我是后面拥有一个团队过去 我的团队已经三十年的有机经验 但是你来种有机米 大家伙不觉得奇怪吗 奇怪 你是救地球的人 选择农业落户罗定 退下光环为人打工 2002年 曾经红极一时的明星阿灿 开始了他前所未有 也无法预料了十年 我们开始的时候就好像也有一点 人家就是公私加农户 对 我们就开始公私加农户了 就好像今天叫了很多农民 朋友过来 对 跟他们讲了 我们种有机米 我们可以卖到多少钱 全部都是怎么样 看着你不相信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了 好了 我们先发了个肥料给大家回去 是种了 有一部分就拿了个塑料袋出来 给我 我们说不是不是怎么晓得 我们一畝地要几百斤呢 他说哎呀你们不是新科技吗 你不是两斤就够了吗 几百斤我怎么样撒下去了 在农地上面 我想问你 那个时候你自己懂不懂 那一点 一点点 也懂不懂 那你不懂 后来是不是要学 要学很多了 我们公司有一个后面的技术团队 所以我们可以问他们 另外一点呢就是 也可以找不同的书来看 那我现在考考你 我看看你学得怎么样 好 这个有机米 从开始到端上餐桌 都要经过哪些环节 哇太多了 第一首先呢要改土 土改 土改 首先要土改 听着我胆战心急要土改 用那个有机肥 那个有机肥 不就鸡粪吗 鸡粪不行 鸡很多已经用那个矿生素去养了吗 所以鸡粪都不行 它的粪便一定有那个矿生素残藕了吗 我们是选用那个豆腹花生糊 用来喂鸡啦可以吃的东西来做 还有另外一个技术就是那个生物科技 因为普通一个农家茴呢 它大概需要了六十到一百二十天 才发酵完成的 我们只需要七天 种子就怎么样用正种啊 一个挑选的有机的种子 然后就用机械去播种了 机械去育苗啊 育苗然后呢 再机械去擦秧了现在 可是擦秧之后 你就要看到那个草又出来了 我们同事就是整天去采草 怎么样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怎么样去 用我们的生物科技 那个生物的荣药去喷 更重要就是收藏了 米是有生命的嘛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虫会会产生 如果是普通呢 现在那个常规呢 就是用那个发酌的东西去熏蒸 熏蒸呢 它不是残留在米里面啊 所以我们呢 就是用收藏之后 我们放在冷库 整个的现场 这样能够吃到有生命的米 对对 有机种植呢 不是简单说 我不用化肥 不用荣药 就是有机种植 它整个产业链条都有要求 链条 普通的米要卖多少钱 普通的米现在 我看是三块多一斤啊 有机米呢 拿我们的米去零售是一百多块 我就说刚开始的时候 卖有机米 没有人买 没有人买 那你看你刚开始说 这个让大家拿几百斤这个肥 回去湿 大家不理解 不理解 有机种植呢 它是翠绿的 如果是发肥呢 它是深绿色的 农民就看不惯嘛 哎呀 这个不够肥啊 不健康啊 哎呀 它偷偷 偷偷地放发肥下去 它为了要产量高一点嘛 它希望 这个推广的难度也很大 很大很大 那头几年是不是赔钱啊 赔赔赔赔 头两年 那个心情很糟糕是不是 也没办法啦 那个时候 你还想到孝星救地球吗 不 我等地球来救我 那个时候 哈哈哈哈 也许命运注定要让廖伟雄经历更多的波折吧 也许自己赚钱也能帮助别人赚钱 终究是一个梦吧 也许演过阿灿就得彻彻底底当足了农民 有一部分农民呢 就是也偷偷地放发肥 因为他担心那个收藏不够嘛 偷偷放发肥 结果那个台风来的时候 就是 那个 那个 水道就倒浮了 因为它弹过剩嘛 我们的没有 他们知道 这个是真的哦 我们就改变方法 我们跟农民去租 租了个地 然后全是自己公司去种 种完 为什么我们又怎么样 我们要示范给他们看 有机种食不单是为自己的利益 更加重要是我们希望 我们是一个好的有良心的农民 产品做好之后 能够带到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地方带给人家健康 你慢慢地带动了大家 怎么去种植这个有机米 关键是消费者 你刚开始说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你怎么办 最重要就是你的产品的质量 所以那个时期 实在我也不太担心 主要就是怎么样去开拓的问题 所以我就找我的朋友 不同的朋友来吃 来送给他一两斤 让他们尝 结果两年之后了 整个了就回来了 回头客 现在这个米供不应求了 基本上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超市里面卖 船市给人家订 我们是中国的有机认证 也拿到一板的有机认证 我们是华南区里面唯一一个拿到一板认证 如果你现在付出拍一部电视剧 这个赚的钱相当于你现在拿工资多长时间 两年不用做农业了 那如果是你有朝一日再见着 以往合作过的那些大明星 你们在一块 你会觉得矮人一头吗 我现在跟你一起我也不觉得矮 你怎么大的明星在我旁边我也不觉得矮 你是旧地球的人我见到你太矮 首先一点人是平等的 有钱有什么用的带不走的 可是当你去做一个正确的工作 正义的工作 有良心的工作的话 人家跟你建立 觉得自己给这里带来了什么 不是我自己 是人家说 大概四年前 罗定这边的联窗的一个所长 他说 参科 你来了 你知不知道你这几年之间 你为罗定带来了什么 你来了之后 罗定的蜜跪了一毛钱一几 你在这也当了十年农民了 你想对电视机前的千千万万的农民们说点什么 不要跟人家比 要自己老老实实地去做好一份工作 如果让你总结一下人生感悟的话 你会作何总结 我还没有死 我还没有死 整个实践总结不行 这十年的总结 不是一生的总结 这个十年里面 对于有机 我也是有点感悟的 也有点去实干的 农业的学位 有机的学位 这个我拿定 有招一日你还会重新付出吗 不是有招 是一定 因为我去做什么的工作 我就是为艺术 我就是要为演绎 做积累 做准备 对 小林老师 此时此刻有何体会 不管做什么 都要老老实实的 要老老实实的赚钱 这样你才能活的踏实 正的踏实 大伙想不想听听金唱片是什么声音 来 掌声再热烈一点 那我随便拿个银唱片也可以 那过去了已经 你就唱过去的歌 现在我是农民吗 我是农民我怎么唱的 那就唱铁唱片也行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 喜不喜欢 我尤其喜欢 我看见你的掌声比较多 他们比较小 有没有音乐呢 我要音乐呢 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 生意 双手创 我今生改变 帮你牵手风遇行 帮你一生一世 不悔情意诚 你怒 哪怕是天起万象浪 情气空 天往前涌草 敢按 敢恨 死乃死黑胆 好亲爱的 从未软过命 一生都打拼 胜利 已相守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